这门课程的主要会有几个方向 我大概说一下 也许我大概规划 不过这个是我预先 我的想法 因为我规划的内容太多了 所以以前的经验是想要讲很多 但是是因为我们只有18周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们不是说我们有18周或者更多周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要很浓缩的 把这门课程尽量的缩短一些东西 所以会讲的比较惊讶一些些 那里面的话也许有一些范例 我有放上去 但是不见得有那么多时间讲完的话 那会当成各位的课后练习题 上面都有答案 那你们也可以自己思考 我们这门课主要还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 也就是说基本上会提供问题 你去把它解决就对了 那理论部分不是不讲 就是说当你解决问题之后 我再告诉你为什么 或者在解答的过程上 我就告诉你为什么 不然的话有时候直接告诉你为什么 理论一堆 最后你还是不会 OK 我觉得那感觉会比较没有那么踏实 我习惯还是 我真的能做出来 表示真的我是会的 像这门技术说真的 你理论不用看太多 为什么你坊间的书籍 你即便买一堆 你买个诗本回去看 也许你全部看懂 但你还是做不出来的态度 比比皆是 很多同学一堆的买一堆VBA书 程式的书回去看 看不见之后 还不如踏踏实实来上个课吧 我直接告诉你怎么做就好 所以我们这门课的特色 就是直接教你怎么做 而且是真的做得出来 并且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当然我特别强调 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会提供给你一个参考答案 绝对不是标准答案 也就是说你也可以再想更好的方法 你也可以让我知道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欢迎你到处 因为有的时候 每个人的逻辑想法 思考的角度不一样 所想出来的答案也绝对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只有一个答案 没有 你要尽量用多种的想法 然后针对不同的问题 你去找一个比较适合的答案 也就是建造成 这样小问题你就用函数解决一下 大问题的话 也许你就写个程式吧 你不要每次一直在爱写程式 写程式当然也OK 不过问题是 你就只要按两下就有答案了 而且资料不多 你何必还要弄得那么复杂 所以简单的事情不要复杂化 但是复杂的事情 你也不要用简单的方法 你每天用函数在那边点点点点点 你刚才写回圈就好了 写一个程式不就解决了 所以有时候人家要见招拆招 还有用对工具 其实不是只有Excel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像加Python很热门 像我们现在做法的两边是跨域使用 不是说只能单一个 工具之间不是互相取代 而是互相的协同应用 也就是你哪部分比较强 比如Python真的爬虫比较厉害 爬虫交给Python 爬完之后再丢给Excel一别 做后续的处理 不是就很好吗 对不对 但Python有些部分 Python有些部分可能在Excel里面还是吃不开 因为毕竟他是有点像外博人 Excel VBA他们是怎么样 就在你自己国内 你国内还要护照吗 不用吧 但Python有点像外博人 他来 他就是还要用一些有的没有的外卦 然后还要开档 还要汇出 然后再丢回就麻烦 对不对 所以毕竟当然没有那么直接 如果你只是使用Excel的话 那当然我建议你直接 第一个想要用VBA吧 OK 第二个的话 除非VBA没有这么好用的功能 你可以用外部的东西来做 我觉得当然是这部分 那我们大概会有几个单元 第一个 我可能会在今天会先把那个入门班讲的 大概浓缩一下吧 然后延伸 大概再讲一些比较进阶的范例 OK 就是有点像 也不能像复习吧 就是大概回锅一下 然后用其他的案例再说明一下 那再来的话 第二单元就是做一些像输入自动化 我们当然里面可能会牵涉到表单的设计 比如也许我们之前入门班有讲到表单设计 但也许这边我们可以再举其他例子 再用比较复杂的东西 做那个所谓的那个表单的设计部分 那里面可能会牵涉到资料库 也许这个表单设计的东西 也许你可以再把它存到资料库 那怎么样跟资料库做合并的使用 这里的话会用到VBA里面 一个叫ADO的一个物件 那这个ADO物件主要是 可以让你很方便的去存取资料库 当然你想说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资料库 其实主要要解决什么 就是你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用资料的情况下 可能你们公司整个部门里面 有很多人共同使用资料 那你要怎么做共同协同的资料的存取 是一个问题 那你总不能说以前我知道有一些公司 用一个比较不聪明的办法 就是把e-seal档放在网方里面 给大家存取 但是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写入的时候会有锁住问题 还有就是你写入 你写我写写一样的地方 那会造成资料的遗失或怎么样的问题 或者是效率很差 大家一起存取的话 大家一起卡住 奇怪那个档什么都没有反应 好像当掉一样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要给你这样用的 如果你想要多人使用 还是建议用资料库 会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那当然你少量的人用 是可以的 少量 如果你大量的资料的话 还是建议你用资料库 就像说你在几个东西 骑个摩托车放在前面还可以载一下 但如果你资料很多的话 还是叫卡车来也好 比如你一个仓库的东西 你用摩托车搬 搬到什么时候 对不对 所以他有不同的特性 你可能就要用不同的工具 你来解决问题会是比较OK的 尽量 我觉得这个工作里面会用到的 我以前就我的经验 然后尽量提供 让大家知道把我的以前的经验分享出来 那我尽量用比较直白的方式 那我也不会讲一些理论的东西 我就告诉你说就是这样用 最重要的部分跟你讲 至于其他的 那有兴趣的同学 请你到重庆南路上面 然后天龙群不会也快倒了吧 不知道 现在书店越来越少了 那自己去找相关书籍看 其实光ADO就一本厚厚的书籍了 但是跟各位讲 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哪些是重要的 不是说你全部把它读完你还是不会用 OK 资料库也一样 资料库输更多 但问题是重点在哪里 我觉得使用工具里面最重要是重点你要抓到 不然的话你会很辛苦 每天工作很 上班其实很辛苦你还要来上课更辛苦 所以我尽量还是跟各位讲一些哪些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大量工作表 我刚刚讲工作表物件的合并跟分割 然后资料的查询 网络资料的下载 当然在Excel里面有提供网络下载 就有所谓的网络爬虫 但我讲过如果简单的资料 可能还可以深入 但是复杂资料 我还是建议 也许未来你们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Python的使用方法 Python里面也可以做爬虫的功能 甚至比这个处理的更好 但简单的事情我们也许大概知道一下 另外的话活业部 或者叫工作部也可以 工作部就Excel档 Excel档案跟档案之间的处理 怎么做合并跟分割 这个其实有点像 从工作表把它跨到再进一步 然后再来就有关视觉化的部分 视觉化报表部分 其实当然在Excel里面 也可以做一些报表 也蛮快的 不过如果你要输出成一个图片 其实有时候还是用Python或R 好像相对的比较厉害一些 然后还有比如说从外部汇入一些图片 等等相关的范例 这门课程大概主要是延伸入门的课程 然后主要是多加资料铺 多加工作表物件 工作部其实活业部 还有像网路爬虫视觉化的部分 当然呢 Python部分 可能我们也许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下 因为我其实最近也教了其他有关 Python课程蛮多的 而且你们可以自己再稍微再看一下 YouTube上面有一些影片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至少你们要完全都不懂 OK 然后呢 关于我呢 其实要找到我也非常容易的 你Google吴老师 前三个连结就是我的 第一个就是我的部落格 第二个就是我的YouTube频道 好像是吧 还有好像 第二个好像也是我的部落格 那个懒人包之类的 那我曾经教过的程式语言太多了 几乎只要是主流的程式语言 几乎都教过 OK 举凡是什么 最早教 WB、ASP、JSP、Java、Python等等的 其实主流的这些基本上都有适合 它要手机的APP开发 然后这是我的相关经历 我的YouTube上面 我订阅人数大概两万八了吧 OK 然后我曾经有创业经验 拿过一个叫金峰奖 叫杰出创业楷模的奖项 五年的经验 然后呢 其他的话Google 其他的话 目前的话 担任一些顾问性质的工作 跟那个教学工作 那我目前教的主要还是以Excel、VBA 还有像Python 还有像手机的APP 相关的课程 OK 然后我城市撰写的经验也非常丰富 大概一些 写了大概二十几年、三十年 教学经验也大概二十年左右 OK 所以在一些学校单位 帮忙协助一些课程教学 那也拿了一些奖项 像什么自强工业经验 颁一个卓越贡献教师奖 也拿一个什么最佳人气奖 然后也拿一个什么趋势前锋奖 然后我的证照呢 截至到今年为止 我大概有三十张证照 三十张证照 三十 OK 那最近拿了一个Python的 叫网页 其实是网路爬虫的证照 在一月份的时候 那刚出来热腾腾的我就去参加 我就把它考到了 OK 其实主要目的还是先去替你们了解一下 OK 比如说我要交这门课的话 那我怎么告诉你 你怎么考会比较容易一些些 我要先考过吧 我如果都没考过 我怎么告诉你怎么 这个支部是值得考 要怎么考 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告诉你几个重点 你大概就考得过了 你千万不要从头到尾自己摸索 哇 那太辛苦了 OK 就告诉你重点就好了 你只要抓重点 其实我觉得不困难 OK 其他的话 有像Python的程式设计 然后以前也教过一些像什么 AutoCare 我也教了 教了蛮多年的 不过现在已经不教了 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 而且以前还教过Flash 然后这是我的证兆 这个是Python的证兆 他就讲这样 然后里面有没有写Python3 试条有点小 然后这是我的频道 YouTube频道上面 订阅人数现在已经28000了 28000这个数字到底代表什么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只是知道我觉得 我看了很多YouTube拍的影片 拍得非常好 但是订阅人数没有我多 是真的 不是这种 OK 另外的话参考用书 大概入门班有讲过 总共尽量 像这一本书 因为它的练习多 尽量 但这本书的缺点是 它里面没有用VBA解决 那我在入门班有提了几题 就是用VBA去解怎么样更快的方法 OK 有的时候其实你用函数可能会太浪费时间 其他还有像这本绿色的 它有应用讲座 里面也蛮多 那日本人写的 其实这个内容的值跟量都还蛮不错的 那其他的话我也有介绍过 那个SLVBA一点都不难 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当然主要目的是希望 你比如你整个流程 你要做报表就不用每天都重复做了 一键按下真的就自动完成了 其他还有像资料跟资料固有关的 像这本跟古川顺平 那很多同员回信看了之后发现 真的它里面写的也蛮复杂的 很详细是没有错 但问题是说 如果你要照它的方法写的话 哇实在是太 而且它程式写得太冗长了 比如说可能 大概程式它可能写了30行 那有时候把它精简剩10行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不需要 我就尽量把程式再精简 然后这门课程 大家是希望 就是用范例的方式 带领大家进入到这边 然后再衔接到资料库去 然后我们的大概规划课程 那待会儿的话请各位先帮我填写课前问卷 在这边 gg.gg.excel.vba2.foam 那我们待会儿 先大概了解一下大家的程度之后 并且如果你已经填完问卷之后的话 那请你再帮我下载 下面gg.gg.excel.vba2107 这个网址里面的话 先帮我下载里面的范例档 那待会儿的话 我们就直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堂课 就是先把以色列帮入门班的一些基本概念 也许就大概帮各位做一个复习回锅 然后再用其他的范例了解 怎么样在工作上透过VBA提高工作效率